同学们好,下面我们学习第七个问题 客户未行使的权利 什么叫客户未行使的权利呢? 先举个例子 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时候会去购买一些充值卡 我们先充好值,比如我充了一千元 然后将来呢,我们这一张卡呢,就随时可以去消费 那么站在企业的角度 它实际上是先收到了这一千元 客户呢,还没有行使它的权利 那就是括号期,客户未行使的权利 在这种情况下,站在企业的角度 如何进行会计处理 首先看第一个问题 企业应销售商品 向客户收取的预收款 比如我刚才举的例子 客户充了一千元 那我就先,作为站在企业的角度 我就先收到了这一千元 赋予了客户,一向在未来从企业取得该商品的权利 并使企业承担了向客户转让该商品的义务 将来客户可以凭这张卡来消费 因此企业应当将预收的款项确认为合同负债 这一点大家应该能够理解到 企业已经收了这笔钱 但是还没有履行义务 所以我们先记在合同负债里面 借银行存款待合同负债 但未来履行到相关旅业义务 即向客户转让相关的商品时 再将该合同负债转为营业收入 第二个问题 在某些情况下 企业收取的预收款无需退回 我们有时候比如说这种处置卡 客户购买以后啊 他就不能再退了 无需退回 企业客户可能会放弃其全部或部分合同的权利 这什么意思呢 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时候会发生这样的问题 比如咱们可能自己都发生过 我购买了这个充值卡以后啊 后来这个充值卡也丢失了 损坏了 没法再用了 找不着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那我们没有其他的权利去主张 去这个充值卡里面的金额如何去消费 他也没有记录的 就是凭卡来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站在企业的角度 这笔钱无需退回 而且客户呢 可能已经放弃了 丢失了 他就无法再行使这个权利 那么企业应该怎么样进行账务处理呢 我们一起看一下 企业如果预期 预期将有权获得与客户所放弃的合同权利相关的金额的 比如这个这张卡里面多少钱 那客户没有消费给丢失了 那么这笔收这笔金额呢 这个权利呢 将来就归企业所有了 那么企业应当按照客户行使合同权利的模式 按比例将上述金额确认为收入 什么叫按比例呢 等会给大家再举例子来解释 相反 否则也就是说如果我不能预期获得这样的权利 那么企业只有在客户 要求其履行胜于义务的可能性极低的情况下 才能将相关负债的余额转到收入里面 比如我们这张卡 它是有消费实现的 一年时间的 那一年以后客户没有来消费了 那这个时候我才把它转到收入里面去 企业在确定其是否预期将有权获得 与客户所放弃的合同权利相关的金额时 同时还要考虑一个问题 那就是将估计的可变对价进入交易价格的限制条件 我们前面讲过有这样的一个限制条件 那这一块怎么去理解呢 我们下面给大家编一道例题 举个例子来说 百联公司是一家经营商业零售连锁的大型企业 这是我在生活当中我买过处置卡 买过百联公司的这个处置卡 所以呢结合这个业务呢 我就想了 编一个这样的类似的题目 这不就是百联公司吗 是不是 我在上这一张的时候 收入这一张的时候 给好多企业 包括上市公司 做免费广告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道题 2020年1月1号 百联公司向客户销售了 1000万张处置卡 每张卡的面值为200元 那么总金额是20个亿 客户可以在百联公司经营的任何一家门店 我们经常去年华超市啊 举行消费 使用该处置卡 进行消费 根据历史经验 百联公司预期客户购买的处置卡装 将有大约相当于处置卡 面值金额的5% 也就是20亿乘以5% 即一个亿的这个部分 不会被消费 就是出现我们刚才所讲的这种可能性 也有它有时效的 可能时间过了 或者说丢失了 或者损坏了 这张卡损坏了 那就没办法了 且无需转交给其他方 也就是说这个5%这一部分呢 我们不需要交给别人的 比如说要善交给政府 不会 我们这假定 不会 这块就归我们自己所有 百联公司预期将有权获得 与客户未行使的合同权利相关的金额 就这一部分 我们预期能够获得的 那就意味着 要按照刚才所讲的这个要求来做了 如果你预期将获得 与客户所消费期的合同权利相关的金额 那那个5%一个亿 要根据客户消费的 总共不是20亿 刚才这道题是20亿吗 要根据客户消费的总的金额 占的比例是多少 把那一个亿也分期 按照这个进度 确认为我们的收入 截至2020年12月31号 客户使用该出支卡消费的金额是 9.25个亿 假定百联公司 于每年年度中了 确认本年度销售收入 不考虑增值税等相关税费 及其他因素 那么这个增值税呢 等会再说 先这道题呢 我们先简单一点 不考虑增值税 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就百联公司这项业务 怎么样进行会计处理 本例中 百联公司预计将有权获得与客户未行使的合同权利 相关的金额是一个亿 百分之五那一部分 该金额应当照客户行使合同权利的模式 按照比例确认为收入 就这一部分呢 我应该也是归我的 但是你不能一次性算你的收入 你要按照这个一定的比例来确认 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百联公司应该怎么样进行账务处理呢 首先第一步 百联公司在消费处置卡时收到20亿 那么这个20亿借银行存款20亿代合同负债 记载合同负债里面 等到将来客户消费时 再有合同负债行使它的权利 也就是我们履行义务时 再将合同负债转为收入 接着第二步 2020年12月31号 根据处置卡的消费金额确认收入时 今年消费的多少吗 9.25亿 那么9.25亿 这个是实打实的 9.5亿消费了 我们履行了我们的义务 我们转让的商品给对方了 给消费者了 那这个肯定是做我们的收入 这没有错 那么关键是这个问题 这是什么呢 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 总共是20个亿 20亿里面呢 有一个5%呢 预期客户是不会行使这个权利的 根据一晚的历史经验 那这个呢 我也应当确认收入 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 我们预期能获得这个权利 既然预期能获得这个权利 也应该算我的收入 但我怎么算呢 就按照总的消费 这个合同的权利 总共是多少啊 20亿乘以1减5% 那就是总共是 19个亿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今年已经消费多少了 客户已经消费 9.25个亿了 那么9.25个亿 总的预期的金额是19亿 然后算出一个百分比 然后这个百分比呢 乘以 我们刚才所说的预期 获得那个权利 就是客户不会消费的那一部分 那这乘完以后呢 是5000万 那5000万算出来以后 等于10个亿 那我们今年就确认10个亿 然后明年呢 然后再根据明年 假如这个是个 有三年的时间 那明年 明年可能客户又消费 比如5个亿了 那我们再根据明年 这个所占的比例 再确认 当年5个亿 加上这一个亿 这一个亿里面 第二年所占的比例 再算第二年的收入 所以在2020年 借合同负债 代主营业务收入是10个亿 所以我们这道题 关键点是在这 这是当年消费的 9.25亿 毫无疑问 确认为收入 关键就是 这有一个 不会被消费的这一个亿 这一个亿呢 我们要把它分 按比例 那截转就可以了 好 这是我们给大家举个例子 来说明一下 我们这刚才所讲的 客户未行持的权利 在预期 能够获得这一部分 那这一部分 我们按照比例 将上述金额也转为收入 下面呢 我们结合教材的一道题 例题来看一下 42题 甲公司经营一家电商的平台 平台商家自行负责商品的采购 定价 发货 以及售购服务 甲公司仅仅是提供平台 供商家与消费者进行交易 并负责协助商家和消费者 结送货款 甲公司按照货款的5% 向商家授举佣金 并判断自己在商品外卖当中 是代理人 2018年 甲公司向平台的消费者 销售了1000张不可退的 电子购物卡 每张卡的面值为200元 总共是20万 甲林不考虑相关税费 其实这道题 我们看完这些 应该就清楚了 这个甲公司 它是一个代理人的身份 它是按照这个5%的佣金部分 确认为它的收入 我们一起看一下分析 本地中考虑到甲公司 在商品买卖交易当中 是为代理人 我们前面遇到例题 百年公司 百年公司那道题呢 它是在销售的这个卡 是在自己的门店下面消费的 所以百年公司这道题 百年公司 它实际上是一个主要责任人 所以它是全额全人收入的 那么接下来教材 这道题呢 它实际上是个代理人 所以代理人呢 它不能按照消费 销售的这个所有的卡的金额 20万全部全收入 不可以这样的 因此呢 甲公司销售电子购物款 收取的款项 20万元当中 仅佣金部分1万元 5%1万元 不考虑税费 这个代表甲公司 已经收取客户 也就是商家对价 而在未来消费者消费时 作为代理人 向商家所提供服务的义务 所以呢 这一部分作为合同负债 那么它不是收了 总共是20万吗 那么20万还有另外一部分 是要给商家的 所以那一部分呢 不能作为合同负债 合同负债 意味着加拿大企业 履行传染商品的义务 所以呢 只有这1万元 作为合同负债 然后还有19万元 要做到其他应付款里面 待未来消费者消费时 支付给相应的商家就可以了 这一道题主要是告诉我们 在代理人的情况下 我们这种销售电子购物卡的情况下 我们多少金额 确认为合同负债 接下来我们再结合教材的43题看一下 奖公司建议一家连锁超市 以主要责任人的身份销售商品 给客户已经说的是主要责任人 也就是说这个是自营的 我自个儿自营的 奖公司销售商品 适用不同的增值税率 比如零食啊 适用的增值税率为13% 粮食的适用的税率为9%等等 2018年 奖公司向客户销售了5000张不可退的 除支卡 每张卡的面值为200元 总共那就是100万 客户可以在奖公司经营的任何一家门店 使用该等除支卡进行消费 根据历史经验 奖公司预期客户购买的除支卡 金额当中将全部被消费 这是为了问题简化 将全部被消费 奖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在客户使用该除支卡时消费时发生增值纳税义务 像这种情况我们比如说有的一些面包的那种装卖店 是不是 连锁店 那就是这样的 我们有时候不是也买一些充值卡吗 然后就早上去买个面包呀 什么之类的 那么这一道题呢 请大家注意一下 稍稍再复杂一点了 我们都是循序渐进的 这道题说明多一个什么问题啊 有增值税了 我们前面给大家编的一道题 叫百年公司当时为了简化的没有增值税 那么接着教材 刚才42题是不考虑税费 那么43题呢 有一个增值税 增值税这个问题就请大家注意了 企业在销售 向客户销售处置卡的时候 其实客户还没有来行使他的权利 企业也尚未履行他的义务 企业尚未向客户交付商品 所以站在税法的角度 那说明什么 说明还增值税纳税义务还没有发生 也就是想告诉大家 简公司在销售这个处置卡的时候 实际上它暂时是不需要交纳增值税的 等到将来客户行使他的权利 拿这张出资卡去消费时 然后这个时候才发生增值税纳税义务 那个时候才是销售下税 那如果在这种情况下 那站在甲公司的角度 我有增值税的情况下 我怎么样进行账务处理呢 我们先看一下教材的分析 再给大家写下分路 本例中甲公司建议一家连锁超市 适用的销售 适用不同税率的各种商品 并收取价款及相应的增值税 因为我现在考虑增值税了 考虑增值税大家知道 其实我们在实务当中 我们去买个东西 找超市买个东西 那都是喊税价的 我们在做题目时 都比较清楚 价款是明确 是不喊税价 然后另外再告诉我们 增值税金额是多少 而在实务当中 我们去购买一个商品 那个标价都是喊税价 然后给你开去增值税发票的时候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你们生活当中 有时候会开增值税发票 要求开张票 那么他给你开了增票以后 这个增票里面就下面列出来了 有不喊税价是多少 税款是多少 合起来是多少 我们付的钱是合起来的钱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请大家注意一下 他收取的这个卡的钱 总共是100万元 这是含税的 含增值税在里面的 因此 假公司销售出日卡 收取的100万元当中 仅商品价款的部分 代表假公司 已收客户对价 而应向客户 转让商品的义务 应当确认为合同负债 其中增值税这一部分 应不符合合合同负债的定义 不应当确认为合同负债 什么意思呢 我们这道题啊 他没有明确告诉我 增值税的金额是多少 因为这道题啊挺麻烦的 他说零食这一块 13% 我们教材这个税率我改掉了啊 粮食这一块是9% 那么呃 假定吧 我假定就是就是全部是13% 那就意味着要怎么样呢 要把这个100万元呢 要还原 假定都是13%啊 要还原一下 还原算出来这个金额 诶 这个部分我们寄到什么地方呢 寄到合同负债里面去 寄到合同负债 然后还有另外一部分 一减 就是100万减去这个税的部分 减去这个合同负债的这个部分 合同负债的部分 这个部分呢 是税 这个部分是税 然后两个合在一起呢 那是100万 下税合计是100万 那么这段话的意思就告诉我们 还原出来的这个金额呢 我们寄到合同负债里面 意思也就是说 我们不能把100万全部寄到合同负债里面 合同负债我们前面 其实这个问题我在前面讲过 合同负债是什么概念 是代表企业已经收取客户对价 但同时要承担了一个 将来向客户转上商品的义务 但是你这100万里面 其中有一部分 其中有一部分那个税的部分 那不是企业转上商品的义务 那是增值税 是一个法定的义务 向税务机关缴纳的 所以呢 这一部分是不符合合同负债的定义 所以那一部分我们放在 增值因交税费里面 放哪呢 下面我们待会给大家说明一下 就是这段文字 假公司因根据历史的经验 例如公司以往年度 类似业务的综合的税率 估计客户使用这类处置卡 购买不同税率商品的情况 将估计的处置卡款线中的 增值税的部分 增值税的部分 比如这一块吧 咱就估下来啊 打比方说啊 估下来就是10万元吧 10万元 因为它总共还有9%的吧 有9% 有13%的 有9%的 我假定估下来 为了问题简单化 估下来 这里面总共有 也不也 因为我这是假定是 只有13%啊 那我现在给大家 为了问题简单化 有9%的 有13%的 我估下来 假定就10万元增值税 这个部分 我昨天记好了 记在什么地方呢 不能记到合同负债里面 而应当记在 应交税费 一个科目叫 代转消下税额 这个科目 我在第八章 负债里面给大家介绍过 有同学认为 负债了一张 内容不多的 其实负债正是 打下基础啊 为后面章节服务的 在那一章 我们给大家介绍过 补充过这个科目的 然后将 剩余的价款部分 假定是90万吧 90万元 这个部分 作为合同负债 那么如果将来 因为这是预计的 如果将来实际情况 不同的话 再进行调整 这个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问题 讲完以后 怎么样进行账务处理呢 我们前面 举了一个例子 叫百联公司 百联公司 那个题呢 为了简化呢 没有考虑增值税 我们把问题啊 一点一点的来 那儿呢 主要是想告诉大家 那个一个亿 怎么分的问题 怎么按比例确认收入 我们没有考虑增值税 那现在呢 我们开始 问题就不断的复杂化了 考虑增值税 那如果考虑增值税 怎么样做分路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给大家补充了一下啊 第一步 当企业销售处置卡的时候 我们就以这道题为例 我们收到了一百万 借银行送完一百万 假定啊 假定我们把它预计下来呢 我们客户的消费情况 有的消费百分之九的 那个粮食 有的是销售是零食的 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 加权的问题了 那我们算出来以后 假定啊 假定这部分是九十万 增值税呢 大概是十万 那你今天 虽然你今天向客户开票了 但是要注意个问题啊 要注意个问题 客户肯定要开票的 因为他购买了商品了以后 假如客户也是企业 他需要就 他需要去作为成本的 他需要发票去报销啊 那么他购买了以后呢 他那一部分 他是要 他是要求你开票的 那我们开完票以后 我们不能做销向税 我们去哪呢 我们寄应交税费 代转销向税费 因为我们 还没有 纳税义务还没有发生 我们没有转上商品 那就根据税法的规定 增值税 纳税义务还没有发生 那就不能作为销向税 所以我先暂时记载 代转销向税额里面 然后第二步 当客户使用这个 出质卡消费时 这个我清楚的 根据客户消费多少 我这个超市里面都有记录的 那么这个月下来是多少 或者这一年下来是多少 我们将这个合同负债 转到主义务收入里面 同时请大家注意 这个时候你要纳税了 这个时候你需要纳税了 那这个代转销向税额呢 要转到销向税额里面去 这个合同负债的金额 转到这来 转到这来 合同负债的金额 转到这来 然后呢 这个转到收入里面 然后这个代转销向税额呢 相应的部分 你这个对应的 你卖多少了 这个时候就可以确定了 你销出多少了 其实你就可以根据 有的是百分之 有的是百分之九的粮食 有的是百分之十三的什么零食了 那么这个实际销出多少 是可以确定的 统计下来一个数字 考试题会直接告诉我们的 会直接告诉我们是多少 好了 那这个时候对其来讲 你已经转任商品了 那就是纳税额额的十点已经发生了 所以要计算销向税 做这样的账务处理 好 那这个呢 给大家这样说明以后啊 我们再回到前面百年公司这道题上面来 其实百年公司这道题呢 我当时在编程时候呢 为了问题简化 所以我把这个增值税没有考虑 那现在学了增值税以后呢 那如果我再出个题是百年公司这道类题的话 我可能就把增值税加上去吧 相信大家 结合刚才教材四十三题 应该能够会了 那如果有增值税 那意味着什么 那我收到这笔钱里面 如果有增值税 那你这个下还里面要还原的咯 肯定要还原 还原出来以后 不函税价记得合同负债里面 然后呢 那个增值税 代应交税费 代转销向税额 然后第二步 在将来在销售时 要把代转销向税额 转到销向税 合同负债 不函税价的合同负债 本级销售多少 确认收入多少 从合同负债就转多少 到主业务收入里面去 就关于这个问题呢 给大家这样说明一下 就说这道题 百联公司这道题 我们可以再叠加一下 增值税进来 这是我们为了循序渐进 一步一步的 所以我先把百联公司这道题呢 不考虑增值税 那么等43题学完以后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掌握 如果题目有考虑增值税 我们也应该会做 好了 那么到这儿为止呢 我们实际上就讲完了 第七个问题 客户未行使的权利 如何进行会计处理 接下来我们再看第八个问题 也是特殊交易的最后一个问题了 就是无需退回的初始费 什么叫无需退回的初始费呢 比如说我们去健身房 健身 健身呢要办一个 要要办卡什么之类的 有时候有可能会让你 先你交个会员费 入会费 还有呢 另外一种情况 比如说什么接驳费 这个呢 我们现在的实务当中少了 以前我们家里面要接个煤气 或者说通个天然气 那么还要求怎么样 还要求我们要支付一笔 这个无需退回的接驳费 也就是你给他一千块钱 他把你开通 那这个钱是不能退的 还有出装费 出装费 打比方说 现在应该都没有了 以前我们家里 很久很久以前啊 我们家里要转个电话 转个坐机的话 他是要电信公司 是要收我们这个出装费的 他出装费可能就收你 一千块两千块 什么之类的 那么这个钱是不给退的 而且是没有任何的提供服务给另外提供 额外服务给你的 那么这个就是叫无需退回的出使费 那首先第一个问题 无需退回的出使费 站在企业的角度 他收到了这笔出使费 如何确认收入 企业在合同开始或临近开始 比如在合同开始之前 向客户收取的无需退回的出使费 通常包括我们刚才所讲到的 户员费了 接驳费了 出装费等等 对于企业收取该出使费 应当评估这个出使费 是否与向客户转让商品 以承诺的商品相关 分两种情况 相关和不相关 我们看下面这张表 相关和不相关 首先看与向客户转让 以承诺的商品是相关的 如果是相关的再区分 是否构成单向类企业义务 分两种情况 构成和不构成 我们首先看 第一 如果构成单向类企业义务 那么企业在转让该商品时 按照分摊制商品的交易价格 确认收入 这什么意思呢 给大家举个例子来讲 比如我们要报名网课学习 当然我们比如说 站在这个培训机构的角度 培训机构的角度 他说你要先收你30块钱报名费 这是这个会员费 当然实际上我这说一下 我这个是假定的 这个冬奥是没有这个会员费的 应该是没有会员费的 我们以前在面售班 特别是以前 现在呢 竞争比较激烈的 那这个会员费都不收了 以前呢 说实话 很多培训机构啊 都是比如财政系统啊 下面或者说 一个教育单位啊 他们所办的这些培训点 学生在报名的时候 先要收你10元的报名费 其实就是多收一笔钱 找个理由多收一笔钱 收你10块钱报名费 然后收 哎 对咱们 咱们这个考试不是也有报名费吗 是不是 因为人家要开展一些活动啊 是不是 那么收这个报名费 报名费 收你比如说 收你报名费30块钱 其实很多情况下 30块钱报名费 什么义务都没有 就是 你不管是 比如说 报一门 报两门 反正我收你30块钱报名费 然后根据你报一门 收多少钱 报两门收多少钱 我收你这个报名费 这个报名费是不能退的 假如我们以前在面书班的时候 比如有的同学呢 要退费了 还没有开学 比如说 也比较这个培训机构呢 要说 有这个条件 有这个规定 开学之前 如果你 如果你不想读了 可以退费的 但是报名费是不退的 那就是我们这所讲的 无需退回的出使费 那么站在培训机构角度来讲 那我收的这个培训费 我这个报名费 就是这个会员费 我们统称叫会员费 实际上站在培训机构来讲 就叫报名费 说白了就叫报名费 那这个报名费呢 它是不退的 那我这个报名费 应该怎么确认收入 那我现在给大家 举的例子呢 是什么呢 假如某一个培训机构 他现在有学生报名了 网课要报网课 网课收你一千块钱 当然了 因为我给你 作为一个会员 你将来可能 还有什么活动 有优惠什么之类的 比如他这给你一个活动 什么呢 送名识讲义 假如就这样的名识讲义 我这个是不是 特别有点像 蜘蛛广告了 送你这么一个名识讲义 说明什么呢 说明他那个 他收你三十块钱 他还履行一定的义务的 他不是什么义务 都不履行的 他履行一定的义务 那就是送你这本书 网课本身呢 是一千块钱 好了 那我这样来说一下 假定啊 网课单独报 要一千四百块钱 单报要一千四百块钱 然后呢 这个名识讲义 你也可以单买 单买的话 假定啊 假定是一百块钱 哎 那想说明什么呢 就说他今天收你这个会员费啊 和你报名网课 你不是在报名网课吗 这个是商品 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商品 这个会员费呢 与这个商品之间呢 这是构成单项旅游义务 哎 这个可以单卖的 可以单卖的 什么之类的 假如你可以单买 单买这个课程的话 什么之类的 那一千四啊 那我现在在这呢 送你这个报名费 然后顺便我再送你一本书 然后你这个价格呢 要便宜多了 打打比方说啊 其他因素不考虑 不要把这个和你食物当中的问题 带进去啊 我咱不知道冬奥这个 他是什么 这个这个 这个活动是什么 我不太清楚 你有没有研究过 我现在就是就这个例子 假定的啊 你别想太多 那说明什么 这个也就是说这个会员费啊 与网客构成单项旅游义务 如果构成单项旅游义务的话 那么在转量这个商品时 网客的时候 要按照分摊至该商品的交易价格 确定收入 要把这两个金额啊 三十 还有这个一千 我总共收了你一千零三十 要按照各自的 单独售价所占的比例 分摊 他确认多少收入 他确认多少收入 是这个意思 好了 这是假如 收取的 无需退回的初始费 与该商品 向客户转让的这个商品 构成单项旅游义务 这是一项 这是一项 那就是两项了 两项 那当然要 按比例分摊了 相反 如果不构成单项旅游义务 比如还是这样的 这一家培训机构呢 他在你报名手 首先送你报名费三十元 然后同时呢 提供这个网客 将来呢 你可以通过这个网客来学习 那么他送你这个报名费三十元呢 他也给你有一个承诺 他说我送你免费答疑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在听课的过程当中 可能有问题啊 我可以帮你答疑 但是呢 请注意一个问题 网客呢 本身和这个答疑呢 是结合在一起的 因为听课过程当中 有问题啊 需要答疑 而且我强调 跟商品不一样 网客不单卖的 网客不单卖的 你要来听课的话 你要报名的话 必须收你一个三十元 然后呢 再送你这个免费答疑在里面 那说明什么 说明该商品 这个收你的会员费 与该商品不构成单项旅游义务 因为网客是不单卖的 我们上面说 网客可以单卖的 那么我收你一千四 假定啊 我收你一千四 你要是通过这种方式的话 收个报名费的话 要便宜多了 等等一些情况 这种情况 我假定是不单卖的啊 不单卖的 因为不单卖的 不只卖网客的 你要报网客 我收你三十加一千 加一千 也就是一零三零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它就不构成单项旅游义务 不构成单项旅游义务 这是总的是一项旅游义务 总的是一项旅游义务 那么我收你的钱 103年就全部算在收入里面 企业应当在包含该商品的 单项旅游义务当中 其实是按照分摊至 单项旅游义务的交易价格 那就一项 一项没有什么可分的 全算在里面 当然我在这给大家说明一下 你不要对号入座 千万不要对号入座 咱东号不是这样的啊 我只是为了举个例子 来说明这个问题 你不是听网客吗 那你有这样的思维吗 所以我就这样来举例子 一定要注意 这个地方是网客是不单卖的 因为你要报名 必须送你这么多钱 同时我这里面有这样的服务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收取的无需退回的 这个会员费 与该商品不构成单项旅游义务 假如你将来要退费了 比如说这个课程还没有开始 比如说给你一个七天七天的时间 或者说七天的一个后悔期 你说我我我又不想报了 我又不想报 那你不想报 你把一千块钱退给你 这个报名费不退了 就这个意思 报名费不退 这就是我们这所讲的 无需退回的处置费 还是强调一下啊 不要对号入座 我只说某一家培训机构 是假订的假设的啊 居你的 好了 接下来第二种情况 那如果收取无需退回的处置费 与向客户转上商品 不相关的 我今天甚至都没有转上商品 我就是收报名费 就像我前面讲的 我们以前在这个这个面售班上里面 收费就是这样的 报名费来了 收了你三十块钱 啥也没有 我这还送你一本书呢 是吧 他啥也没有 我收了你三十块钱 然后呢 再把学费一千块钱交了 那么站在其的角度 站在培训机构的角度 他收取了这个三十块钱的报名费 与向客户转上以承诺的商品 是不相关的 我今天没有转上商品 我们这还有点相关 你看我收你报名费 我送你一本书 或者说我收你报名费 我送你免费答疑 那说明是相关的 那这儿呢 他就不相关 我就收你这个报名费 啥也没有 然后将那个另外一个学费 学费但是将来 在履行义务过程当中 确认收入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是这样一种情况下 我们收取的这个初始费 作为预售款 寄到合同负债里面 等到将来 他是和将来 未来专业商品是相关的 再转备收入 比如举个例子 俱乐部 健身房啊 我们应该 有的同学应该了解的 我们到健身房去以后呢 健身房其实他就找机会 找这名目啊 收你点钱 额外收你点钱 他说收你五十块钱 你想五十块钱就算了 是不是 他也给个名目 他说我给你建个答案呢 是不是 要建个答案登记一下 给你甚至还给你测一下体能啊 什么什么之类的 然后呢 他说这个我另外再收个五十块钱 哎 那这个五十块钱 大家想一想 其实他没有任何商品转让给我 不像这儿 还有送个书啊 送个答疑啊 都承诺过的 这儿没有 那么后面是另外一个 接人费 年费 接人房的这个年费 比如说一年一千 我收你两年了 两年就收你两千块钱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今天收取的这个护员费 与向客户转让 以承诺的商品不相关 你就没有转让商品 那当然叫不相关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五十今天站在健身房的角度 我这个五十块钱 我怎么办呢 怎么做 会计上怎么做呢 那这个五十块钱和这个两千 合在一起 将来按照时间的退移 假定这是连费 连费呢 那就随着时间退移 你到健身房来 反正按照我们规定的时间 你来不来 反正我们都已经收你钱了 那我们就不管你来不来 反正我按照时间的进度 按照时间的进度 作为这个旅行这个义务 来确认收入 好 这是我们给大家说了一下 无需退回的 向客户收取的无需退回的这个处始费 应该分两种情况 相关或者不相关 在相关的情况下 再考虑这个商品构成单项旅行义务 还是该商品不构成单项旅行义务 下面呢 我给大家再编一个题目 这是也是我在生活当中接触到的 大家应该有的同学应该去过的 是不是 西北油面层餐饮公司 我这又在又在做广告了 是不是啊 西北油面层呢 他曾经做过港 做过这样的一个一个推馆 那就是什么呢 他的客户可以花299元购买会员卡 会员卡 因为我当时呢买过 所以呢 我看到这个书上这个问题 就想 那编个题目出来了 持有这个会员卡以后呢 在餐饮公司消费时 某些商品可以享受会员的价格 今天 今天我们站在西北的角度 他收到了299元 他其实今天并没有转任商品 而是将来客户在消费时 跟某些商品是有特价的 那么呢 这个时候呢 那才是将来才是履行义务 所以呢 今天我举的例子 实际上是这种情况 今天收取的这个299元 将来是不退的 你不管你将来消费不消费 反正这个是不退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是无需退回的处始费 同时与向客户转任 以承诺商品是不相关 因为你今天收了半卡的时候 收了299元 什么也没有给嘛 然后将来客户在消费时 某些商品 某些菜品 他会有这个优惠的价格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站在餐饮公司的角度来说 他今天收的这个299元 入费应该是否应该一四线确认收入呢 不可以的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西比邮面称餐饮有限公司 收了299元的会员费 没有提供对应的商品和服务 并没有提供对应的商品和服务 所以他这个和今天无关了 和今天提供的这个无关 但是和将来是有关的 因为将来客户在消费时 刚才讲过 有优惠价格的 所以呢 这个299元 应当记住未来商品和服务的对价 作为一个合同负债 299元 随着将来客户在消费时 我们再确认收入 这是给大家举个这样的例子 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二个问题 开展出市活动 收取出市费 及发生支出的会计处理 分两个问题 一个是我收的钱怎么做 第二个呢 开展出市活动 我可能也发生一些支出 那是成本费用怎么做 第一步 先讲收取的这笔钱怎么做 其实这个问题 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 在合同开始 或临近合同开始 企业通常必须开展一些出市活动 就像我们刚才所讲的 这个健身房一样的 给你建个答案 做个体论检测什么之类的 为旅行合同进行准备 比如一些行政管理性质的准备工作 这些活动 虽然与旅行合同是有关的 但是今天并没有向客户转让 以承诺的商品 所以它不构成单线旅业用 这一点请大家注意 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了 前面在讲五步法模型的时候 第二步 识别合同当中的单线旅业用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的 企业开展的出市活动 因为没有转让 没有向客户转让以承诺商品 所以不构成单线旅业用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即使企业向客户收取的 无需退还的出市费 与这些出市活动有关 就像我们刚才讲的 健身房为什么说 他收你五十块钱呢 他说我现在在给你 建档案呢 或者做体论检测 那我这有成本的 我这有消耗的呀 所以说他说 与这些出市活动是有关的 但是即使有关 也不应当在这些出市活动完成时 就像这个出市费 确认为收入 收你五十块钱 然后今天这个 给你体能检测以后 给你答案建好以后 就把这个五十元确认为收入 不可以的 因为还是刚才讲到的问题 因为他今天并没有向你转让 可承诺的 转让商品 该出市费是于未来 将转让的 已承诺的商品是相关的 企业应当将这个出市费 也就是前面刚才讲到的 那个五十元 作为未来转让商品的预收款 即在合同负债里面 然后在将来转让商品时 确认为收入 好 这是刚才讲过 收到的钱怎么做 那接下来第二个问题 开展出市活动发生之初 刚才我就讲到了 毕竟我们是有成本在发生的 我们购买了这些体能检测的设备 我们给你建立档案 是也有一些相关的费用发生啊 是不是 这些行政管理人员 前台 他们这个工作人员的工资啊 给你建档 我们也需要购买一些 也就是说一些耗材啊 什么之类的 那么这些活动 企业为旅行合同 开展的这些初始活动 当然这些初始活动 本身并没有向客户转让 已承诺的商品 所以企业为开展这些活动 所发生的支出 应当照收入准则当中 有关合同履业成本的有关规定 将其确认为一项资产 比如合同履业成本的科目 如果符合我们收入准则的话 记在相关的资产里面 或者说符合其他的会计准则的规定 记在这个相关的资产科目里面 或者就是一次性的费用化 比如我们这个建立档案 购买了一些耗材 那这些呢 可能就一次性 记在管理费用里面了 好了 也就是想告诉大家一个问题 你开展初始活动 你收到的钱 前面讲的是 你收到的那个钱 暂时不能确认收入 等将来向客户转让商品时 转让已承诺的商品时 按照这个旅行的进度 来确认收入 那么第二讲的是 我在开展初始活动 也可能会发生一些成本 一些费用 那这些成本费用呢 相应的激增 资产科目 或者基础当机损益 并且 企业在确定 旅游进度时 我们刚才举的例子 这个监人房啊 两年 每年收你一千元 年费 总共收了两千块钱 假定啊 那么这个呢 其实我刚才也解释过 不管你来不来 反正我们已经 这个钱已经收了 不管你今天来 参加这个健身房 运动几个小时 我们也是收你这么多钱的 而且这个时间的退移 所以呢 这个呢 实际上是我们前面所讲的 是某一时段内 旅行的义务 因此呢 要确定一个旅游进度 那么我们在确定 旅游进度时 我们当时所发生的 初始支出 开展初始活动 所发生的初始支出 这些不算在这个成本里面 我们在算旅游进度时 不算在成本里面 因为这些成本并不反映 企业项客户转让商品的进度 我在这个地方就已经全部发生了 你说这个跟进度有什么关系呢 什么个问题 好 这是一个细节问题啊 注意一下客观题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教材44题 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健身房 这个俱乐部的问题 甲公司进一家会员制健身俱乐部 与客户签订了为期两年的合同 客户入会之后 可以随时在该俱乐部健身 除了俱乐部的联费2000元以外 甲公司还向客户收取了50元的入会费 用于补偿俱乐部为客户进行注册登记 准备汇集资料 以及制作会员卡等初始活动 所发花费的成本 甲公司收取的入会费和年费均无需退还 下面看一下分析 本利中甲公司承诺的服务 是向客户提供健身服务 而甲公司为会员入会所进行的初始活动 并未向客户提供其所承诺的服务 而是一些内部行政管理性质的工作 所以甲公司虽然为补偿这些初始活动 向客户收取了50元的入会费 但是该入会费实质上 是客户为健身服务所支付的对价的一部分 因此应当作为健身服务的预收款 和收取的年费全部寄在合同负债里面 然后在两年类 我们这个前面那个题目 时间是两年分摊 按照旅游的进度 比如按照时间的进度 确认为收入 好 这是我们书上这道题 好 这就是我们学习的第八个问题 无需退回的初始费 那么到这儿为止呢 我们有关八种特殊交易的会计处理 就全部学完了 好 那么这节课我们就学习到这儿 在这儿为了